对于华人来说 没有什么比5000年古老灿烂的历史更令我们骄傲的了 所以大家即使移民来了美国 即使已经融入到这里稀释的文化氛围当中 说着流利的英文 言行举止甚至思维都完全洋化 内心中仍演不住对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向往 为了满足大家对故国古老文化遗址的探寻 春秋旅游特别推出了两条文化遗产之旅 从自然风景到人文历史 带您畅游古都西安和神秘的丝绸之路 上海春秋旅游是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的一个分公司 我们在美国在1992年开始 就在洛杉矶开始服务于广大的游客 那么我们在这里提供了非常多的 这个丰富的中国旅游线路 那么在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 金秋游西安和洛阳这条八天的旅游线路 那么像我们西安这条线呢 尤其很多人可能去过西安 但是我们可以说你去过的西安跟我们这次走的行程完全不一样 我们可以说是一样的西安不一样的行程 我们特意在这个条线路上来安排您更深入的来了解西安 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 那么我们在这条线呢 可以看到这黄土高原 而且我们可以走到这个黄河湖口瀑布边来欣赏瀑布的景观 那我们都号称自己是炎黄子孙 所以我们到西安呢要特别安排了大家祭拜皇帝陵 那么宣言皇帝庙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景色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品尝当地的风味小吃 尤其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去参观渔游人老先生的家乡 那么在那里我们除了品尝当地的风味小吃之外 还特意安排大家参观中国目前保护最好的一个城隍庙 那么这个城隍庙的这个等级也是最高的 当时古代号称是四品 除了带大家游览曾经成为13个朝代首都的西安以外 春秋旅游还精选了神秘又带点异域风情的丝绸之路 用最轻松的旅游方式呈现给大家 那么这条线路因为是乘坐中国目前最豪华的东方快车 两个人一个包厢 那么沿途呢大家可以免除提大行李的烦恼 另外一个这条线路我们可以看更多的景点 利用更多的时间来欣赏不同的景点 所以在这条线路呢大家可以完全在享受中来欣赏整个四周之路 如果大家对这两个行程还有什么不了解的 春秋旅游也特别安排了行前说明会 为大家提供更多详情的同时 也让将会在一起旅行的团员们互相认识和了解 让旅途更轻松有趣 中央电视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